行車糾紛在街頭亮刀蟹 有一輛砂石車駕駛要變換車道時 被右方的箱形車給卡住了 疑似因此心聲不滿 一路的B車按喇叭 甚至在停等紅燈時 拿句子下車恐嚇 苗124甲線車流量不小 一輛砂石車疑似想要變換車道 卻被後方的箱形車卡住了 砂石車駕駛方向燈一打 馬上就要變換車道不成 還暴怒長按喇叭 正是相行車已經被逼到了車道外 雙方僵持一會兒 相行車驚險殺出重圍 以為沒事了 沒想到沙十隻駕駛緊追在後 B車趁著停等紅燈時 竟然還持句子下車 找相行車駕駛理論 整個過程全被後方行車記錄器排了下來 正巧後方駕駛和相行車駕駛是同事看不下去 卻跳出來幫同事解圍同時報警處理 砂石車駕駛不滿自小客戶車 於綠燈起步時 從外側車道切入內側車道 準備右轉上高速公路 透過路口監視器畫面看到 前一個路口雙方平行 轉彎後疑似為了針道 釀成行車糾紛 而警方根據車牌號碼 通知51年次的零性砂石車駕駛 導案說明 事後被害人也向砂石車駕駛提出恐嚇 以及妨害自由等告訴 警方呼籲用路人行車應遵守交通規則 切勿因為一時的行車糾紛 影響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及權益 記者 張欣杰 苗栗報道 遵守交通規則 小人的路口 遵守交通規則 暫時